神十升空破裂海星不老之迷 神十昨天下午5時38分 載著三位太空人 在甘肅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升空 進入預定軌道 展開審日太空之旅 路透社說 中國又向起太空站 又邁進一大步 但相比美國 俄羅斯還差很遠 網民似乎對第二次上太空的裂海星 有興趣多點 他好像八年都沒有變老 當然啦 他在午餐和晚餐都是吃魚、牛、羊豬等六道菜 終於吃完其中四道 又定期檢查血糖預算 每個禮拜做三次三到四小時的運動 作息定線 這一日三餐普通人吃不起的 吃的都是特別供應的食物 變成我們 去到太空專家都準備了好東西 有應激的種 不過就沒有種業 為了睡得覺 取消了搜野仔 因為睡醒很多東西做 和天公一號做自動和手控交會對摺 以及做維修 張曉光還會做CAMMAN 因為黃阿萍要在太空裡教中小學生 讓他們了解航天任務 不知道到時候會不會說 在太空船裡面 是不可以隨便放屁 因為屁裡面的青銅甲圓 分分鐘會搞到爆炸 沒有了地球引力 隻吹骨還會膨脹和放鬆 人都會高了3% 不過回到地球幾個月之後 就會打回圓形